或許先在網路上面搜尋一下開放資料 或者開放政府也可以啦,現在很多開放 開放資料 OK 那另外你Enter的話 這邊就找到政府,那政府單位的這個開放資料,他其實網址還蠻好記的,data.gov.tw 那如果你後面假設沒有.tw的話呢,理論上就連到哪裡 理論上就連到美國 OK,有沒有 美國的開放資料 所以我們這邊也可以看到,美國的開放資料有32萬種 那台灣的開放資料的話 目前看起來,這邊全部的資料,這邊有沒有,一堆 行政院就24000多種,這邊這麼多,各縣市也有啦 像桃園也這邊有1300多種 那台北市的話呢 大概2700多種 那哪個縣市最多呢 看起來好像 最認真的城市 新北好像3000多,有沒有4000多的,好像沒有嘛,再來就台中 那台北的話 資源應該最多 不過做起來好像沒有特別多 反正也在排第三吧 高雄好像又超過他了 2000多種 那這裡面的話,當然我們可以用的資料 主要就是這個所謂的CSV的格式 那這個CSV格式,怎麼去使用他 那也許你們可以點選,然後裡面去搜尋一下 你有興趣的 相關資料 比如格式你就找CSV 然後搜尋的話,關鍵字你就找比如找竊盜好了 當然,比如說跟竊盜有關,跟哪邊有竊盜案件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有什麼,台北市的汽車的竊盜 自行車的竊盜 還有竊盜案件等等的 然後住宅竊盜案件 這個資料的話,我們用這個住宅竊盜案件 我看 這個好,這個把它直接打開來 那你會發現呢 他的格式,最關鍵就是一定要是CSV的 那為什麼用CSV?因為CSV直接可以用以四個打開 所以特別注意,你們在找的時候一定要用CSV的 這第一個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練習,也許你們 搜尋一下那個竊盜這個關鍵字 那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假設台北市的治安到底好不好 那他這邊有跟我們講說,他是從104年1月份 紀錄到110年9月的住宅 也就是說如果有失竊的案件 那我們一定會到這個警察局報案 那報案會有個報案紀錄,那紀錄裡面的話有包含這些 所以你把它點開來 那這邊就有一個CSV的,你可以把它點開來 這個CSV點下去 那這個時候他就幫我下載了 我這個是用微軟的那個Edge 所以如果你用Chrome會在下方 如果是在用Edge的話在這裡 你可以把它開啟 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已經把那個台北市歷年來的那個104的1月 1月份的那個 到 110 年的9月 9月的話大概就是 上上個月的竊盜案件 那總共有多少件呢 我想知道一下 打開來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會發現呢 打開來呢 他就會提供給我們這些資料 哪些資料 第一個 他總共有12345 5個欄位 那一般習慣我是把這5個欄位先選起來 然後快點中間任何一條線 他會自動幫我調整欄寬 那你可以發現 其實蠻清楚的 包含哪些資料 1 編號 所以 Ctrl向下 總共有3232筆資料 OK 那所以 其實我們可以做哪些統計 發生的日期 其實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是不是可以針對那個 哪一個年度 哪一個年度最多 是不是可以知道 那怎麼樣把 哪個年度 的資料 抓出來 那其實我們也許可以在這邊加多一個年 因為我如果要統計的是年的話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多一個哪一年 不過這個是民國年啦 你可以把那個年的訊息 多一個欄位嘛 因為你如果要統計的時候 一定要有那個欄位 如果沒有那個欄位那你是做不出來的 黏的部分在哪個位置 他剛好是在 前三個字嘛 所以前三個字假設要抓前三個字的話 那最簡單的方法你可以用什麼 因為他這個文字 那他應該前三個前三個字的話用哪個函數 還記得嗎 左邊嘛 左邊是什麼 Labs 有沒有 左邊的三個字那你用Labs 然後呢 把這個字告訴他 他問你說你的字在哪裡 你的資料在這裡 那幾個字Lumber Chars 就是幾個字 那就三個字吧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就跳出那個年度了 按確定 那把它向下填滿 那所有年度就出來了 有沒有 那當然如果你要統計數量的話 其實 最簡單的方法 就插入裡面有個樞紐分析表 那如果你會樞紐分析表 那個我剛剛講的那個 每個年度的什麼呢 數量喔 馬上可以統計出來 你可以用這個樞紐分析表 這個後面的話 當然你為什麼要學這些工具啦 因為有的時候口說無憑嘛 那如果假設你今天到市議會 那個議員質詢你 警察局長好了 比如說 局長最近治安好不好 每年的 治安住宅簽到到底是增加還是減少 那你要馬上給他答案啊 那如果 那當然你可以 馬上 如果你要馬上有資料的話 你就 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後呢 把年的資料 拉到列 列的話是主要我們要統計的 然後再把年拉到值 這個時候的話你會發現喔 每一年的那個數量就出現了 有沒有 104年發生 687 7 看起來是逐年增加的逐年減少 不過110年是因為到9月啦 所以其實應該只有過4分之3 OK 4分之3這樣如果再加上4分之1的量 也不過大概也不到150啦 所以你會發現 從科幣上任到現在 治安到底變好也變不好 對不對有時候其實 當然你如果有數字啦我是覺得相對 客觀 不然的話呢 你不能說 我隨便抓幾個人來問 每個人感覺不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還是需要有客觀依據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發現喔 我們馬上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有沒有就這個但是呢你會發現喔 這個表其實一般就是說 從剛剛原來 3000多筆變成這麼幾筆資料啦 當然你看 哪個比較簡單 比較好了解 當然這樣比較好了解嘛 所以這個就是 一般你的老闆你的上司他要看到 就是一個清楚的列表 那這個清楚列表就是把 我要的資訊 摘錄出來 比如說我想知道 歷年來 到底 治安變好也變不好 OK 可是喔 其實這樣看 雖然已經夠清楚了 可是呢用眼睛看還是有點累 為什麼 還是要判斷 如果說今天可以變出一個圖的話 有沒有那個圖呢 我們可以用什麼 如果歷年的表現的話可以用折線圖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那個像股市資料一樣 每一年每一年到底增加減少 那你就可以一目瞭然了 對不對有時候當然 數字真的會說話啦 而且相對數字是比較客觀的 比較不會騙人啦 當然裡面如果 警察吃案但沒有話講 可是有可能吃這麼多案嗎 OK 所以顯然的 如果你們到台北我感覺 好像治安有 整個 而且交通各方面 我是覺得 有大幅度 因為我在台北 時間蠻長的 所以 尤其 那個你們如果走在那個像台大師大附近那邊 周邊的那個 巷弄裡面 你會發現 幾乎沒有圍停 而且還多了一個綠色的通道 那個就給人走的 你感覺在那個台北市走路 是很有尊嚴的 有沒有你感覺我是行人 我有權力好好的走路 我不用這樣繞繞 但是你出了外線市之後 你會發現 好像人 人的走路空間 幾乎被限縮了 你走到騎樓裡面也不對 因為被擋住了 你走到外面也不對 車子會巴你 想說你為什麼走到路上 要走哪裡比較好 OK有沒有 那有時候你想說騎腳踏車比較好 騎腳踏車沒有比較好 騎腳踏車你騎到 那個人行道行人會瞪你 對然後你走到那個 這個 馬路上 機車也會巴你 這太累了 但是你會發現最近幾年那個 台北市 那個自行車道 三橫三重 我最近還蠻喜歡在台北市騎Uby的 就感覺還不錯 為什麼因為 他就會有固定一條路 是給自行車走的 他就是比如說你右邊是走 腳踏車 然後你左邊是走行人 大家各走各的 互相也不干擾 這樣感覺其實還蠻好的 而且相對 好也相對感覺 也蠻 蠻舒服的 然後另外也不容易發生事故了 好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我覺得還是需要一些數據 你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要把它變圖表怎麼做 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看一下 你當你做插入這個樞紐分析表之後的話 請你看到這邊不是有樞紐分析圖 有沒有 其實關鍵地方就在這裡 只要你有這個表之後 你就可以產生圖啦 OK 那做法的話 我來做一次一個觀看 點一下 那你會發現 哇他非常方便 他馬上呢就問你說你要什麼樣的圖形 直條圖 當然直條圖也不錯啦 因為你會看到 數量的多寡 其實越來越少 可是我是覺得 如果你用直條圖不如用什麼 不如用折線圖 有沒有 折線圖更可以表現 那折線圖上面最好是有點的 有節點的話你可以選哪一個 這邊有節點嗎 有點的 那甚至這邊有好幾種樣 這個這個不是 這是點 那你可以選什麼 選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有沒有然後你要按確定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把它稍微放大 到旁邊 哇那你可以看到 這是 那上面的標題名稱的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什麼 這個歷年的那個切到按鍵的數量 歷年 歷年這個切到 按鍵 OK 打錯了 按鍵 OK 那上面當然你可以再把這個標題怎麼樣 把標題呢稍微字稍微 變紅色好了 稍微放大一下 你們這樣就很清楚 那並且這個合計其實這個不要這個叫塗力 塗力你可以點一下有沒有把它delete掉 你這樣就OK了 你會發現 哇 以後你比如說你要用一個PPT好了秀一下 歷年來什麼東西的 趨勢圖 對不對 就一目了然的 說真的這個其實相對是很清楚的 而且說真的你也沒有什麼真好真的 對不對 如果你先去議會質詢好了 你都拿出數據 數據講話了 說真的 議員有什麼 好說的 這個明明就是事實 我也不需要強辯嘛 但你會發現每天 如果你們在看新聞的時候你會發現很多時候邊來邊去都是因為手邊兩邊都沒有數據 兩邊都是幾乎是用拆的 那說真的你們兩個在你們兩個在吵的活 你倒不如把資料調出來 秀出來 結果就知道了 也不需要在那邊有點是 浪費多餘的時間 那最後的話呢你就可以把什麼把這個 這個工作表有沒有我們原來在這裡資料在這裡那這個 就是我們做出來的那個樞紐分析的圖表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這個資料 也許把這工作表名稱改一下 叫歷年的切到按鍵 OK 這樣的話就很清楚你要切過來看一下 馬上就一目了然了 那將來如果你要把這個圖 放到PTT的話 PTT 那你就Ctrl C 然後Ctrl V就切過去了 OK 那如果你要這個範圍你也是在 這個Ctrl C 然後再貼過去 PTT PTT上面的話 其實也有這個圖形 那這樣的話有時候你要做一些簡報了就很清楚了 OK 那當然我個人我是比較傾向就是 用數字說話 然後 那我比較不會說我在那邊強辯半天 我辯再多說真的 也沒有意思嗎 因為其實說真的 有做事就有做事 有成效就有成效 但是你不能一直 明明他有做事你又一直說他沒做事 然後明明他很努力你又說他不努力 那當然呢這個其實 還是 會是被 當然如果數據一拿出來就其實很多事情就可以不需要再變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我把剛剛的重點歸納一下幾個動作 第一個請各位先到那個 網路上面去Google一下 開放資料 那找一下第1個 這個就政府的 那目前的話政府機關有這麼多你找CSV 並且在這個CSV這個地方 輸入一個叫切到的關鍵字 那你找 這個吧 我是找住宅的啦OK 當然未來其實我的其中報告是希望你們不要做住宅 切到 你們去做別的都沒關係 那最好是跟我 做的完全不一樣都沒有 然後呢最重要是你有興趣的議題 然後你變化幅度越大 我給你的分數越高 也就是我是希望你們可以活學活用 然後真的可以把 這些所學的東西 將來可以用在你任何 一般生活上 當然你不一定要聽媒體的話啦 因為媒體我覺得 每天有時候你轉這一台講這樣 轉那一台講的是180度完全不一樣 這到底是台灣一樣的事情 可是卻有兩種的結果 問題出在哪裡 因為 我們還是要去找事實 事實只有一個啦 那事實怎麼判斷 拿出數據吧 OK 不然的話有些時候說真的啦 我是覺得 像政論節目裡面的那個 所謂的什麼 像政論節目 名嘴的 有的時候其實大部分都是空口說白話 我是覺得大部分你應該要拿出數據 你在講話 OK 或者是說你是記者的話 請你去求證一下 你再把它寫出來 但是我發現現在記者好像完全不會求證 他反正人家講什麼 他就把它報導出來 即便那個 那個是錯誤的 比如說他問歹徒說你有沒有犯案 他說我完全沒有犯案 他說根據那個 嫌疑人 他說嫌疑 他不是罪犯 他還沒定罪 那當然他就把它寫進去 他寫進去 其實他一定 大部分 誰會承認自己是有犯罪的 他也沒有特別去 求證 有他講的話 不過當然記者也不見得 因為他記者 畢竟不是警察 也不是檢察官啦 可是至少你要做一點點 邏輯上的判斷吧 或者也許你可以Google一下 找一下相關資料吧 如果你都沒有去求證 你就把它寫下去 你大概會覺得說 自己好像不專業吧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現在大家對於 記者是覺得是相對不專業的 有沒有 甚至還有一句 什麼 口頭禪叫什麼 就是指一個人 小時候不讀書嘛 有沒有 你有聽過這個話嗎 長大什麼 當 什麼 OK 當然這個有點是玩笑話啦 不過我是覺得 因為畢竟記者其實 本來應該有第三權的 是可以監督社會監督政府的 但是現在慢慢發現 我發現記者 他好像都聽老闆的 老闆要叫他這樣寫 他就不得不這樣寫 但有一定的壓力啦 不得不難 所以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跳脫這一點 我覺得有的時候 還是需要 這個 找到真正的資料 所以第一個 先搜尋 台北市政府的這個資料 那進來之後的話呢 請你下載這個 CSV 下載 下載之後的話呢 再開啟他之後呢 並且 在 F欄裡面 F欄裡面 先增加 一個年的 這個欄位 那增加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用公式 是用Lapt 這個應該記得起來吧 再來就用插入樞紐分析表 就可以變出 這個樞紐分析表 只要把年拖拉到 這個可能要這個 對他同學比較陌生一點 拖拉到這個只要做兩件事 這個拖拉到這裡 這個在做一樣的事情 那這個表就出來了 這個表出來之後的話呢 你在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 剛剛的這個什麼 樞紐分析 在這裡 樞紐分析圖 就可以變出這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